过去 黄氏上游客人员开始的画面让人非常惊恐 因为原本应该在运作中的缆车驾然侧翻了过来 导致里面的乘客也搅帳造的 出臣客是安全代访的自己 аз员的男子却从座椅上爬了出来 最后剩下一只手抓着缆车衣员 整个人跳在车向盘眼 正当大家的呼吸喘气的时候 男子支撑不住手一松 同在特洪的高速擠了下来 索性他说在安全网上只有受到轻伤 而女性乘客不是坚持在位置上 禁待救难人员到来 只是这一坚持就是40分钟 好不容易安全人员把女乘客给扶正 下面的游客又成见进屋 运动乘客上山的缆车是滑车场地位的设施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故障 让人紧惊吓不悔于所思 出货了解是支持缆车的两条缆线 又一早发生问题导致缆车测轮 情况于展开详细调查 而出事的这一线车给站停并坐